这个堡垒台湾的架构 对于军购来讲 已经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跟影响 确实 为了F109A6被美方叫停 美方主动建议我们再买更多的HAMAS 这时候他就只卖70公里的火箭 执行承证防卫有关的相关的训练 那其他跟承证防卫无关的 比如说野外机动作载 那就不错 就拿掉嘛 那刚刚老师也有提到的就是 对于美国的这个军购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堡垒台湾对于军购的影响好不好 大家也看到 这是火山波雷车 那这个是赤震飞弹 标枪飞弹 我们要采购大量的这种短程飞弹 那是海马斯多关火箭系统 那我们也要提 事实上我们提供另外一个幕后消息 就是军方提出的对美军采购清单里面 其实还是以远距精准打击为主 就是刚老师提到的源头打击 但是这个堡垒台湾的架构 对于军购来讲 已经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变化跟影响 确实 确实 因为特别是拜登政府 那个以你刚提的海马斯来讲 就是美国政府一共前后两次出售海马斯给了 第一次在川普时候 他还是有出售射程150公里的炮兵战术飞弹 那个理论上可以执行跨海打击 但是到了后来就是为了去 为了F109A6被美方叫停 美方主动建议我们再买更多的海马斯 这时候他就只卖70公里的火箭 的精准火箭 所以这边就反映出 其实华府基本上不希望我们去具备 远距攻击能力 我可以用这个火箭去攻击 比如说桃园附近 或者桃园外海共军的登陆团团 就是跨战区 跨战区资源 但是呢就做不到跨海打击 那在拜登政府上来之后呢 就是主导华府对台军售的 美国这些高阶文官 他们基本上其实就是蛮服应所谓的 堡垒台湾这个概念 甚至于他们曾经去提出是说 他们认为只有四种武器系统 叫做不对称武器系统 水雷 然后呢 暗制的反舰飞弹 就是暗制鱼叉 然后再加上先进C4IS 以及中短程的防空飞弹 那这几个选项面 基本上没有长城的选项 它确实变成华府现在军售的一个主要政策 拜登政府对台军售 其实已经产生了蛮直接的影响 你看拜登政府到目前为止出售的项目里面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远程的目标 没有远程没有大进展 对那我这边还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 我们一直争取要跟美国买这个AGM-158 对这个长距离的飞弹 对但是美方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好像都还没有同意 那他们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说这个射程拉长之后 他认为你台湾没有 没有募获的能力 就是说你对于比如说三四百公里外的目标 你没有精确的掌握 那你怎么样发动攻击 他甚至有这样一个类似的说法 就是说他就一直不让我们 获得这种长距离武器 像提到这暗制反戒飞弹的时候 据说原本我们希望买的是射程更长的 但是美国就卖给我们一个标准版 射程比较短 那他基本上只能攻击海上的目标 对所以这其实确实 堡垒台湾的一个想法 已经对这个军售的政策 因为军售政策是由华府来决定 他等于是借由军售政策的一个调整 他等于是来强烈建议我们接受他的一些 关于战略的一个看法 了解 其实这个AGM-158B 我们军方其实是一直在争取这个 就是空中对地面的长程打击飞弹 后来甚至退到是说 那先给我C 我可以攻击458B的海上目标 但是这个射程一旦长到某个阶段 华府现在就有理解 对大家看 这AGM-158B的标准射程是370公里 增程型是1000公里 370公里他都不给了 你说海马斯他的这个 最大射程可以到499公里 他不超过500公里 所以海马斯来台湾虽然规格一直没有公布 但是从而不断就是一个降规板 因为这射程包括了基本款 增程版 最起码在半分出售给我们的时候 他就只给我们火箭 对啊 70公里的火箭 对啊 所以他基本上射程并不像说 他的标准版都还不到啊 等于是一个降规板 所以整个的射程距离都被缩短了 那我们对军购来讲的话 可以想象得到 未来这几年大概也都不会有 特别长程的这种武器突破了 目前华府主管最大军售这批文官 他们的非常的非常的强势 坚持 非常的强势 非常坚持 立场非常明确 对 甚至于有一度他们还召集 这个就是美国的国防厂商 开会然后训话 就是说 他就对他说明 目前我华府的军售政策就是那样 就是所谓的不对称作战武器系统 凡是跟这个不对称作战武器系统 有不符的那种传统载台 麻烦你们这些国防厂商呢 也不要去游说 也不要去游说台湾 也不要去游说国会 我觉得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华府这些文官 其实对于他们的立场是非常的坚持 那么这边提供了另外一个幕后讯息 就是说 美军其实他已经派了超过100名以上的观察员 深入到陆海空军后备各单位 他去观察这个演习跟做指导 对评估他们觉得要做一些调整的方向 那这边就是说他们有一点觉得非常沮丧 就是说根据他们的说法 台湾的这个通讯架构是可能会有问题的 就是说从战略单位到战术单位 从战术单位到个人可能作战的时候会出现一些状况 那这个是未来必须要赶快做一些调整跟改进的地方 那老师有没有听到他们大概有提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蛮容易理解 就是 现在的联合作战强调的是战场共同图像 跟情志及时交换 那这个部分其实在国军方面 在地面部队部分是存在的很大的弱点 因为我们现在虽然说恒指索 他可以整合海空军的主要的作战载台 他以美制的为主啦 美国的作战载台为主 可是在陆军的部分 到目前到几年前啦 其实只有到战区 战区以下从作战分区到联兵旅到联兵应 基本上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一个战场共同图像 跟资讯即时交换的这样一个能力 没有完全够联 其实没有 所以整个地面部队方出现很大的缺口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马政府末期 国防部开始在推一个陆军的先进C4ISR的换装 那在这个换装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在陆军的主要单位 建立战场共同图像跟资讯的即时交换 但是整个计划就算是顺利完成 他也只到联兵应 没有下到联跟牌甚至单兵 那现在新的说法是说 虽然战场共同图像只到应 但是会给联跟牌 联长跟牌长有个系统 最起码他可以直接接收命令 而不用像以往再用语音 他可以即时接收这个图像的一些资讯 但是没有办法做双向 听说现在还是碰到了不少的问题 特别是以后如果共聚武力犯态的话 第一波来的一定都是精锐部队 那他们的这种战场共同图像 乃至于即时的情资交换 主战部队已经到牌籍 那某些特殊单位目前已经到了班 那更精锐的单位过几年之后会到南兵 换句话说变成是说如果共军真的武力犯台 双方地面部队在C4SR的部分 那个差距就太明显了 所以这也是我觉得 甚至美方会觉得在这一点 他们觉得很头痛 也觉得是说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合理的 是希望我们未来能够趕快来改善 那我们在堡垒台湾这个架构之下 我们另外就要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 在美方的要求下 兵役延长一年 也要强化后备的训练 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老师 这兵役延长一年之后 是不是真的就能变成战力强 首先最主要当时美方会一直去 以强烈的建议一起要延长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役 它造成一个蛮严重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后备部队的战力完全空洞化 除了 除了说完军事训练役难 它除了它的军事能 军事的水准不到一定的程度之外 我们的以前的预备军官 预备士官来源也断绝 所以使得我们的后备部队呢 所有的兵员呢 没有足够的战力 到后来也根本找不到 基层干部 所以整个后备部队战力空洞化 这就导致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结果 就是在动员的时候 我们的后备部队要形成战力的时间 其实非常的长 那随着这个共军这个军力的成长 我们只靠我们的长辈的地面部队的人数 其实才九万多 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去应付国土防卫战的需求 那延长一年它最起来会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在成平时期 我们就多出了一些守备旅 多出了一些守备旅 那这使得就是工军到发动工局的时候 最起码我们线上的地面部队的人数是增加的 第二个就是当疫情恢复为一年之后 第一个理论上 这个退伍军人所受的军事训练会比较好 会比较多 然后呢也有可能从一年疫情里面去培养出一些 就是预备军官或预备士官 所以会让我们这个后备部队的 在动员的时候后备部队的战力行动 可以变得比较快 那这当然也是有助于所谓的国土防卫作战 因为国土防卫作战到这个阶段 你无可避免你所需要的地面部队的人数一定就非常多 这绝对不是我们目前那个常备的支援役部队 所能够的数量是不足以应付的 所以它必须要地面部队的人数必须快速的扩充 那后备部队要多快形成战力就变了一个关节 没错 这个我们要快速动员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抵抗外伍的抵抗 强化我们自己国家国土防卫能力的一个关键重点 但是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然也有一个声音就是说 因为这次年轻人94年次以后 这少子的花他们附带已经非常重了 那他们这次一起延长一年是比较衰吗 还是说他们接受了更多更扎实的训练是比较幸运呢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国防部要面对的问题 那如果国防部不能够给他们扎实的训练 不能够让他们正确的 不能够正确的派遣他们的任务 那国防部真的就对不起他们 我们国家也对不起他们 所以说既然他们要有一年的实习在军中 那国防部就应该真正的设计出一 针对他们的特性 设计出一套真正有效的训练的方式 最起码让他们在服役企业能够知道 当有状况发生的时候 他有能力去胜任所赋予他的任务 现在国防部的计划我觉得有点 有点不够误实 他基本上还是志愿士兵训练的浓缩版 但这个浓缩版其实又加上台湾 目前面临这种大型野战训练场地的不足 所以我觉得目前国防部的规划有点大而无当 不够误实 那反而可能到最后会变成是说 这些异男会觉得我在军中并没有受到很扎实的训练 很多的训练内容呢 虽然是说规划的很完整 但实际上无法执行 其实在军中他有相当多的时间 他并没有在做很严格的训练 他没有接受很严格 反而花了很多时间去处理一些 看起来有点奇怪 很单调无聊的勤勿 那如果这种情况再发生 坦白讲我就觉得我们就有点对不起这些年轻人 只有两个方向我觉得 一个就是特战化 第一个就像俄乌战争一样 他必须融入最新的这种战争形态 其实颜德发部长那时候提出的概念我觉得还不错 他就是把这些当时的军事训练役 他的一个想法就是说 我在浴南一入部队之后没多久 我基本上就先确定你以后分发的单位 他所要担负的任务 那你如果是担任城镇防卫的话 我在你服役期间 我就专门只训练你跟城镇防卫 执行城镇防卫有关的相关的训练 相关的那其他跟城镇防卫无关的 比如说野外机动作战他就不错 那我觉得颜德发部长这种这个方向 其实是可以考虑的 很合理啊 那当你在这方面你所受的训练 比较多的时候 你自然也就会有信心 那当然 因为跟战况 就是现代战争的情况是相结合的 那在这个任务 在这种训练方式 如果进一步精致 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他会就变成某一种程度的 有一种特战化 就是他跟正规的训练会不一样 不一样 让你最起码在面对状况发生的时候 你心里有数 你心里有数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 在这个部队的编组 就会跟一般的步兵也不一样 那我说是这个城镇防卫重灾案编组 我就有特别的编组 跟武器的编制也不同 没错 没错 这个所谓的装备训练准则 都完全是不一样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方向应该要有 希望高层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 也有做一些调整 那这个我们接下来问一下 除了这个军事压力之外 中国对台湾的这种各方面的压力 从来都没有减性过 包括所谓的富士康被查税 贸易被调查 甚至间谍到戒选 哇等于是全面都 各方面都来 一直破坏我们的这个迷信士气 是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去应对 这样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是觉得 中共大陆当然现在 有对我们发动认知战 资讯战是没有错 就是如同的心理攻势 但是我基本上我一直有个想法 其实政府最起码在平时 对于所谓中国大陆这种认知战 心理攻势 就是要注意但是不用过分担心 因为我相信绝大多数台湾民众 基本上对中共的政治体制 是无法接受的 无法接受的 是无法接受的 是啊 所以政府其实要注意这个相关的发展 但是其实不用过度反应 不用过度反应 过度渲染 对不用过度反应 过度渲染 但是现在的民众多数的民众 心里都知道嘛 都有一八尺 对都有一八尺 那至于就是中共当然 他现在 但他动作还是不断 对他动作还是不断 动作不断的一个原因 最主要是他对目前的 坦白讲他就是对 目前的政府 他缺乏基本 基本上是根本没有政治呼吸 没有沟通也没有呼吸 没有政治呼吸 也没有沟通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他把我们政府所有的措施 所有的举动都解释成 他是要朝所谓的引进海路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他这种程度 他当然是全方面都可以施压 为什么要再把区域情势 一直维持在一个相当紧张的状态 他其实就是看准了 美国现在虽然说要跟中共竞争 但是不想跟他太快发生军事冲突 他多多少少就是要告诉美国 你如果要跟我谈护栏 那最起码你就要尊重他的核心利益 他也希望就是对台湾的民众造成一种效果 造成一种效果 让台湾民众不敢 不敢或者是不愿去支持这个朝台湾独立的发展 那这个部分坦白来讲 当然就没有政治呼吸 大概沟通也不可能有效 刚刚现在根本不存在任何官方的沟通管道 也很好笑的情形就是 其实中国的施压往往都是有反效果 对不对 就是 反而变成另一个另类的助选 可以这么说 你还提供最后一个讯息 内幕讯息就是 去了解 高层也在读一件事情 读什么事情呢 就是中国不会真的打台湾 那我们最后问题要请教老师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如果高层有这个想法 多多少是有点误解 就是说中共不会真的打台湾 这个讲法其实是不对 应该说中共目前确实没有一个武统时间表 但是跟他会不会打台湾 其实取决于很多状况的发展 就是说如果当两岸的政治形势 甚至于美国跟中华民国之间的政治军事交流 出现了一种状况 是北京无法忍受的 北京认为 北京自己偏偏认为触犯了他的红线 这时候就算他觉得他的军力不够 他也非打不可 他也非打不可 这个时候他其实不管三七二之一 他只能先动手 所以 说中国不会真的打台湾 如果高层真的有这个想法 我个人认为是有一点点的曲解 有点的曲解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堡垒台湾的题目 从这个整个战略架构到军售 到整个兵役延长的制度 刚刚介仲老师帮我们提到非常多的故事跟分析 非常精辟 今天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 再见